高雄市代理市長許立民坐鎮輕軌駕駛室 高雄輕軌第二階段首輛列車正式抵達高雄 盡盡進度是否前來檢驗車廂狀況 二階的輕軌車廂其實不只更加的美觀 那車內的空間包含扶手座位 甚至是包含無障礙的位置等等的 其實更加的人因各家的舒適 對二階車廂斬不絕口 強調不只外觀進化 內部設施也升級 其中電力供應運轉比一階順暢 重量也更加輕盈 有信心更能確保行車穩定性 高雄輕軌二階系統 未來也會逐漸和輕軌一階整合 邁向單一系統 而之前二階工程造成部分路段進入交通黑暗期 徐立民也坦承以漢居民多次會看溝通 含話為了讓高雄邁向宜居城市 必會歷經陣痛期 派民眾能體諒 歡迎新聞理會凱 徐國豪高雄報導